廖碧儀代表酒莊 去到法國跑馬拉松 大譚成功挑戰跑半馬經過 尼亞男現身活動 分享臭B趣事 還自爆瘋狂教寶貝女叫媽媽 吳浩漢譚及同吹碧家的戀情 坦然最近忙於工作 少了時間陪旅遊 大家好,歡迎收看15分鐘 遇到Press,我是廬廖家輝 范冰冰過一年受到陶醉風波影響 和與李臣分手 試愛情可以大受打擊 不知是否這樣 日前就是冰冰的生日 見到少了明星好友 向她送上生日祝福 而當中比較有名氣的 就是跟她曾經合作過拍劇的張君寧 廖碧儀這一段 跟岑樂儀、ERROR的保錡 拍攝處境喜劇娛樂風雲 Bernice早前代表酒莊 去到法國參加馬拉松賽事 當然要分享一下跑完半馬的經歷 我去之前在拍攝和讀書 其實真正正練習 都是那兩個多星期 幸好我之前還可以運動 但我跑到大約16、18之後 一到那裡就21 而且我們一下飛機就第二天跑 所以有些朋友… 其實我跟他們在那裡 因為我們認識了一段時間 都是做酒的 其實他們練習了四個月 他告訴我練習了四個月 他跑了四十二 他跑了全馬 但我覺得也不錯 跑一半馬 因為也是我的第一個馬拉松 我從來沒跑過 最後也挺辛苦的 但因為有很多人比較好 我沒有怎樣喝酒 因為每個停泊都要喝紅酒 每個大酒莊 每個停泊都是大酒莊 但當然我比較難,我就沒有 因為自己本身不是這樣 跑開喝開,我怕我去不到尾 阿妹在劇中 跟保錡組成當紅組合 更加有機會唱歌 好拍檔也非常支持 她當然想聽她 ViuTV新進女歌手 不聽 她自己就覺得很一般 她不是唱歌 我沒所謂 因為效果不懂得唱 她唱得好 一向對她有信心 不過阿妹似乎對自己的歌聲 沒有甚麼信心 錄音的時候還令到生病了 在現實中 因為我是完全不唱歌的一個人 那次我錄音後 唱了三個小時 然後馬上氣管驗 現在有康復嗎 康復了,超好,又變康復了 但你平時沒有唱歌 你要錄音,難不難嗎 其實我很緊張,真心很緊張 我有聽自己的聲音 我覺得很難聽 但播出街頭的 可能又做一些混合 或者怎樣,可能會比較好 李亞嵐,郭秀雲,馬思惠 今天出席品牌活動 李亞嵐產後何一段時間 都專注於照顧寶寶 近來就以身體的身形復工 也離不開關於女兒的話題 你會否開始懂得叫爸爸媽媽 或是誰 她現在未懂得叫 現在只發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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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淘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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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休息過後已經沒事了 而中秋節他就跟家人吃飯上院 兒子龐景峰還帶女友一起團圓 兒子是否說會帶女友回來 跟你吃飯 也有,其實也經常見過 不過對我來說 這個時間我最開心會吃到甚麼 我和家裡也有隻寵物很喜歡 你猜不到 是狗類的動物 牠喜歡吃榴槤,我也喜歡吃榴槤 所以收到榴槤月餅,很開心 兒子女友有親自下廚煮嗎 或是買榴槤效勁嗎 有,其實我不當是否效勁 我覺得做人的事是真心最重要 所以不用太客氣 不過如果看見我累 牠會靜靜地給我一杯茶 這些已經很足夠,不用甚麼特別 吳浩康最近公開和崔璧家的戀情 更加視女朋友為結婚對象 阿Deep這天出席撥動時 就說現在牠們的感情非常穩定 我自己也希望可以開發結果 是,但之前也有些報道說 可能牠本身情緒有些困擾 你會否在牠不開心時經常陪伴 除了像這個月一樣,其實很難 因為牠不停飛,我又在宣傳新歌 但我們盡量,這個也是我們的學習 也盡量在這些忙的生活 去調教大家如何溝通和相處 而同場的還有陳柏宇 許廷鏗,鄭欣怡,Aga,馮允謙等等 Jason最近少了做運動 家印希望多些時間陪女兒 不想所有時間都拿來做運動 現在又早上做運動多 打球,晚上就留在家 下班後就會留在家 公務員幾點下班 有時可能很早下班,三點下班 三點下班,全部都是陪小朋友 現時單身的Alfred,近年多了唱情歌 更加自爆和前度女友聯絡 剛才我剛才錄完歌過來 錄完一首歌的內容 正正是說回我之前有一段 比較在校園裡的一段愛情 因為今年確實比之前的幾年 終於去涉業多些情歌的部分 但會否開放了一些機會 給一些有機會的人 不知道 我反而有以前拍拖的朋友 一些前度也有聯絡 所以可能… 我不知道是否有機會 但反而我覺得 好像大家都過了不同的階段 我又30歲了 可能我開始跟中學或大學的階段 我有點成長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是一種很好的交流 可以跟再見亦是朋友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 Agard在活動中 首次跟Alfred合唱 已經相當有默契 也挺開心 大家能夠去演繹對方的新歌 其實自己可能… 真的比較少去唱別人的歌 這次跟Alfred合作 其實無論去配合那個聲音 因為跟男生一起合唱的時候 有時最困難的東西是要配合一個範圍 一起去了俄羅斯拍攝 Jay說過程也挺辛苦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是七時開始 拍到晚上八時日落 那時候真的很累 但是我覺得看所有我們拍的地點 其實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的 方力生近日為她的杜海詠 努力地備戰 不過過程中真的有很多波折 例如她的眼睛又受感染 手臂又被戒傷 不過不怕 因為有發哥拍片為小方打氣 還提他要萬事小心 行了,小方 有發哥拍片為你打氣 相信你游泳也不會游到沒氣 這位C去到電台宣傳新歌 Jill說這首歌 是要感謝所有曾經幫過自己的人 他們是自己生命中的英雄 特別是姐姐Janice 一直陪伴著自己 其實我真的會想起很多 曾經幫過我的人 以及支持我的人 所以這首歌是唱給他們聽 去感謝他們 我姐姐和朋友、家人、粉絲 以及耶穌 都是我的英雄 說到會否推出新專輯 以及舉行歌迷會 Jill說希望她在下年的年頭做到 因為她要先儲多幾首歌 這樣看來 Jill很快又有新作品和大家見面 下年年頭 因為我要繼續出新歌 所以要儲多一些歌 才可以出一首歌 但會否想在這段時間 有個粉絲集團 想,但真的想出幾首歌 才去做mini live 吳宗憲投資的吸塵機品牌 日前爆出九分 有消費者投訴 被強迫推銷買高價產品 拆封之後不可以退貨 憲哥這日就舉行記者會 直斥一切都是對手廠商的惡意攻擊 我們拼命去查 我們所有的業務員去查 這幾個人到底是誰 他們是我們賣了產品給他們 然後他為什麼要戴著面罩出來 他們會去做一些非常不好的 一個商業工坊攻擊的一個東西 我在這裡鄭中告訴你 台灣是一個有法律的地方 你們在作戰的東西 我一定追查到你 如果我們賺了一分一好 不公不一的錢 你掌握我的貢獻 我仍然就在這裡 金介擔任維港杜海詠大使的姜浩曼 日前新村泳衣去茶餐廳 為活動拍攝宣傳片 他對於這次安排 都覺得好玩又有意義 其實我一向都很想做這件事 關於運動有關、慈善有關的活動 我想多做一些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環境 有很多東西都很勢力 說甚麼都很多利益在前 利用我的影響力 去把正能量散發出去 影響所有的朋友 是一個小朋友 向來熱愛做運動的黑仔 平日都會跑步、踩單車 如今加上游泳 真的可以考慮挑戰三項鐵人 將來三項鐵人 剛才說完三項鐵人 我在家裡買菜、洗車、放狗 那些三項鐵人 我喜歡跑步,因為比較簡單 我踩單車時要換很多衣服 頭盔、托部車出去 游泳也是要很多豉油盆 跑步,隨時我穿一雙跑鞋 就跑出去,很方便 平日Rainlee楊勝林 在他的社交平台 都會上綽一些漂亮的生活照 不過這件事 就看到他一年出了兩個帖 就說粉絲嚴重影響他的私生活 還說其實追星和跟蹤 完全是兩回事 相信Rainlee應該被瘋狂的粉絲 騷擾到他 所以生氣到他要發文開聲 香港人工作忙碌,壓力又大 有空最好做一個SPA 放鬆一下 下一節會到一間充滿三十年代 老上海格調的水療中心 享受一下舒緩身心的極致體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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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reощ 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歡去泰國旅行 去購物、食物 但有一種環節,大家應該都很喜歡 就是做史料理 我也是這樣的 尤其到了地方美麗 環境又寧寧的史料理 整個人都像 spa的延原 不如可以嘗試留在香港 找幾個小時的時間 我去找五星級酒店裏做SPA 不僅可以有放鬆的感受 還多了一份尊貴的感覺 五星級酒店給人的感覺 肯定是專常的 因為他們對於所有細節 到最求完美 在水寮中心,他們的裝修設計 揚映著1930年代 老上海的優雅風格 而且還為貴賓 提供最個人化的身心舒緩 水寮體驗 水寮中心設有九間豪華的水寮客房 而每間套房都有私人蒸氣浴室 還有沐浴設施 而其中一些還有中藥蒸氣室 水寮ねぇ 你好,Jarmy 你好,Eunice 可以告訴我這個酒店的秘訣 香港,這是一個驚喜和靈驗的城市 大家都很努力,很快的城市 所以這個酒店是設計 像一個靈驗的靈驗中心 人們來到這裡,很靈寧 很平靜的環境 但也很興奮在古代亞洲 像是1930年來的上海的經驗 所以你感覺到這裡的更簡單的時代 當你來到酒店 你的社會的風格是甚麼 你如何推銷這個概念 每個個家庭的合遙 世界各個各個室內 都在操作真正的健康的經驗 他們是帶來的興趣 作為一間大型的印象 他們的藝術經驗 在亞洲的風格 都是在亞洲的藝術藝術 各個地區是很獨立的 各個地區的經驗 也帶來的經驗 他們的地區 這樣的風格 在東京的經驗 是非常不同的 比其他在香港、其他在倫敦、紐約 其實大家都有不同的風格 我覺得另一件事是 在咖啡店裡的醫療 那些人送給我們的客人 是在我們做的心中 那些醫療的醫療在每個地方都很獨特 我們看這作為一個強力 我們想透過我們的醫療的分別 和其他人都很獨特 他們帶來自己的教育、教育 自己的教育和背景 到他們送給醫療的醫療 所以你提到醫療的醫療 我想知道 你們有甚麼特別的醫療 在這類醫療的醫療 我們最有名的醫療的醫療 是時間療程 時間療程 我們基本上讓客人 只要留意一間時間 所以你到咖啡店 你只要決定要留意 這裡要花多少時間 人們會留意兩、三、三、三 當他們進來 我們跟他們做一個討論 跟他們合作,然後改善他們 他們改善他們 所以他們在那兩小時的規模 我們可以混合不同的醫療 和不同的方法 或是那些醫療的特徵 或是那些醫療的特徵 或是那些專業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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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真正的專業 所以我喜歡一些比較溫柔的按摩手法 加上蒸油,令我覺得很放鬆 但有一點我很介意 就是地方一定要夠靚和安靜 這樣才可以身心靈都得到放鬆 剛才來到這裡 給我的感覺已經很滿意 不知道這裡的療程 有五星級那麼豪華嗎 你的標誌是Oriental Qi massage 對嗎 是 是你代表你的公司的歷史 或是在這裡的療程 10年前,我們推出了我們的專業療程 其中一名是Oriental Qi的療程 這帶上傳統的中國醫療程式 但加上香腸療程 我們為這些專業療程式 這類療程式的療程式 是用於專業療程師 和專業療程師 在中國醫療程式 所以通常,當一個客人來 他們會做一個討論 跟一位的醫療程師 他們會用這個討論 去決定哪些五個元素 從傳統的中國醫療程式 你的治療程式 然後他們會改善 他們會改善的技巧 他們會改善 他們會改善的產品 和香味 所以每個人都會 跟Oriental Qi的療程式 很獨立的療程式 我可不可以期待 我真的想嘗試 你應該嘗試 我認識你這間業務 是否有特殊療程式 你會有特殊療程式 對,這就是我們的10年代 這年代的全新的療程式 和新的產品 我們在日本的10年代表演 我們在日本健康的10年代表演 在全球健康日期 我們開啟了我們的門 我們開啟了社會 有各種健康的健康活動 在全球的宿舍中 世界各地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 是我們的 心想聚集的 在酒店裡 人們在聚集中 在聚集中 他們在聚集中 我們有很好的機會 把健康進聚集中 我們會給予 聚集中的健康 我們可能會給他們 香濃水 在聚集中 在聚集中的聚集中 或是聚集中的聚集中 我們會覺得聚集中的聚集中 在聚集中的聚集中 聚集中的聚集中 這個水療項目 原來是由中醫專家 和方向療法專家 精心設計而成的 首先會有人手推拿按摩經絡 對方的傳統智慧 配合走台特製的天然精油 完美地結合了 中西方的治療效用 訓練有數的理療師 在療程之前 才會跟客人 將來詳細的諮詢 幫他們調製最適合的精油 而我覺得 簡直是試半功倍的效果 令客人的身體 和心靈都得到舒緩 重拾平衡 是否一定會有些才能 做的 是否真的 可以做到的 有些人 做得到的 有些人 做得到的 最近大家都很接觸到技術 技術很難受到技術 所以我們很推薦 是有種非技術、非技術 心理療法 在家裡做一些東西 我們在市場的商店裡 包括電腦睡袋 讓你把電腦放開 那是好想的 或是洗手間 例如洗手間或是啤酒 但你只要靠靜的時間 或是靠靜的技術 讓你的心得稍微 很棒,我現在真的想嘗試 你應該… 我先嘗試甚麼 我認為你一定會有西藝術 因為它是一個特定的經驗 他們會做訪問你 你會學習一下你今天感受 以及你身體的性格 那裡的治療 都會改善和改善 所以你會很享受 好,很棒 努力工作之餘 也要好好享受人生 這樣才可以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 繼續走下去 所以就算我忙得沒時間吃飯 也要花兩小時的時間 讓自己隔離一下世俗的煩惱 讓自己的心靈也得到完全放鬆 才可以讓狀態十足的自己 跟大家見面 我會想到你 你會想到你